今天老婆负责买菜 搞了两条黑不溜秋的猪尾巴回来 叫我包个亮汤给它滋润滋润 语言爱美 再正常不过了 我要先把猪尾巴给刷干净 烧过的猪尾巴黑黑的 给它刷一刷就好了 像这么长的猪尾巴 现在一般都很少人见到了 尾巴洗净后 把这个末端这里切掉不要 听说这里是聚集那个激素 再把它切断 砍好的猪尾巴把它拿去焯水 冷水下锅 加上点姜葱 来点料酒 这个时间先准备一个砂锅 加适量的开水 先把它烧开 可以了 我们的猪尾巴烧开有三分钟了 把它夹出来转到砂锅中 这边的水也已经烧开了 把猪尾巴倒进去 加上三块姜片 再把锅盖盖上 调小火 先给它煲上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根铁棍山药 先把它的皮给削掉 下好皮后 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 把山药切成滚到外 切好放一片备用 切好放一片备用 最后来洗一点红枣和枸杞 这些都是养生货 好 我们的猪尾巴煲了有半个小时了 汤色都变白了 现在把火调大一点 把山药和红枣倒进去 再次盖上锅盖 调中小火 煲多15分钟 可以了 15分钟一倒 现在把枸杞倒进去 调适量的盐 可以把火干掉了 搅动一下 一道山药猪尾汤包好了 汤水奶白营养丰富 是一款老少师姨的汤哦 夏天快要过去了 秋天就不远了 秋冬季可以尝包来喝哦 秋冬季可以尝包来喝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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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